但是哈布斯登家什么都不缺 就缺一个眼睛有问题的孙女婿 哈布斯登老夫人突然争色道 好了 今天我让东婷给你发消息 让你过来 其实就是一件事 我先跟你谈一下婚礼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把恩恩找回来 她的婚礼我要做到最好 我之前让人给她妈妈设计了一个婚纱 一直都在珍藏着 她妈妈 她的眸色黯然地顿了顿 继续说 她妈妈是用不上了 我希望她能够穿着那一件婚纱出嫁 好 丽北决见过持家的人 和持家人比起来 无论是哈布斯登老夫人还是全东婷 都能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家人的感觉 她忽然理解持恩恩为什么那么尊敬哈布斯登老夫人了 她才和老夫人相处了短短一点时间 就能够感受到老夫人对于持恩恩发自内心的关心 持恩恩和哈布斯登老夫人相处了那么久 肯定能够感受到这种温暖 她一定很喜欢哈布斯登家 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亲人 才会跟哈布斯登老夫人说了那么多 早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已经察觉到了哈布斯登老夫人可能会不喜欢她 悄悄地找到哈布斯登老夫人 用她自己的方法说服了对方 还有 我会把我名下的所有财产 委托律师全部都转给恩恩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恩恩不是以前的恩恩了 她不比任何人差 如果有一天你辜负了她对你的信任 我和她小舅舅会把她给带回家 一旦她真的回家了 你再想接人那就晚了 我哈布斯登家养得起她 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不管她是不是利太太 她都永远是哈布斯登家的大小姐 不管她是不是利太太 她永远都是哈布斯登家的大小姐 这是警告 也是一个长辈 对自己心爱的孙女的全部的爱 全东庭没有想到老太太一来就这么严肃 头痛了一下 在这个时候 茶话进来打圆场 妈 你不看一下北角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吗 哈布斯登老夫人已经收起了锐利的视线 摆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 我更想看你媳妇给我带什么礼物 你什么时候让我看看 全东庭被当众骂了回去 揉了揉鼻子 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妈 不是说好了暂时不说这个事情吗 哈布斯登老夫人 哈布斯登老夫人眉毛一下子跳了起来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才念叨起来 好啊 你果然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是吧 你现在就是不想看到我了是吧 哎呀 我的心脏啊 全东庭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哪里惹到她了 无比后悔 刚才多嘴插话 无奈地不能够再无奈地解释 我没有 那你什么时候见见我跟你说的那个女生 哈布斯登老夫人捂着心脏的位置 刚才还叫心脏 这会儿又跟没事人一样的 完全就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耍无赖的老小孩 她一面这么说着 一面突然就看向了丽北绝 说道 我记得你跟恩恩刚刚认识的时候 你也不怎么喜欢恩恩 是后来在慢慢相处之中 才喜欢上了我家恩恩 对吧 丽北绝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说起了这个 还是秉承着第一次见家长的原则 问什么就乖乖地回答什么 嗯 是 我是在后面的相处之中 越来越喜欢她 喜欢到 非她不可 她的声线低沉 说得认真 仿佛是在承诺着什么似的 哈布斯登老夫人满意地看了她一眼 扭过头 马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对全东婷说 看到没有 没有谁是第一开始 就很喜欢一个人的 都是要在慢慢相处之中 彼此了解了才能够互相喜欢 你连别人见都没见过 你怎么知道你会不喜欢别人呢 妈 全东婷不止头痛 现在全身都要痛起来了 我没兴趣 你又没有喜欢的人 为什么会没兴趣 你对女人没兴趣 难不成对男人还有兴趣 哈布斯登老夫人不客气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不见人家 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吧 我现在都不接受你那套 没什么感觉之类的理由了 除非你告诉我 你喜欢的是男人 说呀 什么理由 全东婷真的是欲哭无泪 她都多大年纪了 还要被这么地骂 可是这个人是她妈 她也只有忍了 我喜欢男人 哈布斯登管家站在了一旁 默默地在心中 为她点了两根蜡烛 公爷这是被老夫人 逼到了什么程度了 才会当着厉少的面 承认这种不存在的东西 不过 她更理解了老夫人 老夫人的年纪 的确是没有办法 再让公爷拖下去了 公爷再拖下去 老夫人恐怕 真的是抱不到孙子了 她本来以为 公爷都当着厉少的面 承认了喜欢男人了 老夫人会放过公爷这一次 然而 万万没有想到 老夫人竟然 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地说 好啊 你喜欢谁 带回来吧 反正替国同信可以结婚 你带回来 我认了 全东婷真的要被她逼到绝路了 要不是立北决在场 她都要落荒而逃了 妈 哈布斯登老夫人 看着她那个样子 先是生气地别开头 当作是没听到 紧接着 她又扭过头说 我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这个圈子里 和你同样年纪的人 基本上都结婚了 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我对你的要求不高 至少你要找一个人结婚吧 总不能一直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吧 全东婷能感觉到她的无奈 低下了头 我知道了 哈布斯登老夫人不知道相信没相信她 还是放过了她 算了 反正啊 你记得要见一见别人 我都帮你约好了 我会尽量抽时间出来的 全东婷也让了一步 算是妥协了 尽量是星期几啊 我这一次来临时 除了见见外孙女婿之外 第一件事就是要盯着你好好相亲 你不要又来话哄我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我这一次要跟着你去 看到你和别人好好相亲之后 我再回去 妈 全东婷完全被压得没有办法还手 特别是老夫人 随时捂着心口的位置 一副她要是不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 就马上往地上倒的样子 她头痛地揉了揉太阳穴说 明天 明天我空出中午的时间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再转凌 我再转凌